1. 消融和外科手术区别是什么? 对于没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两者没有区别。 如果超称发现有淋巴结转移,就不能做消融手术。 2. 什么人要做甲状腺结结消融术? 76%的正常人均有甲状腺结结, 其中90%不销任何治疗。 需要治疗的有以下几种。 1. 结结持续增大,压迫器管并有不同程度憋气感觉。 2. 甲状腺结结小于1厘米,没有恶性特征, 微钙化,毛刺,纵横比大于1,极低回生,被膜受轻等。 同时,超声没有发现周围淋巴结转移。 3. 突然出现的甲状腺血肿并引起不适感。 4. 临床怀疑甲状腺癌,但穿刺证时是良性。 因此,如果有转移淋巴结,不建议消融治疗。 3. 什么叫甲状腺结结消融? 该技术是通过一根火柴粗细的针,精准插入到甲状腺结结内。 针尖发热是结结坏似,术后结结吸收消失,以达到与手术切除相同的效果。 4. 消融好处 消融是超微创手术,创口仅针尖大小,无疤痕,手术时间短,恢复快,无需住院,不用服药,不影响甲状腺功能。 术后,甲状腺功能不受损,不需要终身服药。 5. 消融前需要有哪些准备? 平用一切抗凝药物,如阿斯匹林、玻璃维、甘肃等。 6. 术前可以吃饭吗? 可以 7. 一般手术多长时间,消融多长时间? 一般从开始准备到结束,不超过10分钟。 8. 影响明天正常工作吗? 不影响 9. 需要休息几天吗? 不需要 10. 消融后马上就可以回家吗? 答 不可以 需观察一到两小时,临走前,需超声复查。 11. 消融后需要注意什么? 答 三天内穿刺点保持清洁,不沾水。 12. 甄雁需要贴创可贴几天? 一到两小时即可。 13. 术后多长时间复查? 数后一、三、六、十二个月。 14. 消融后疼痛吗?疼痛怎么办? 答 90%患者没有疼痛感觉。 如果回家后疼痛,可以口服分泌得等止疼药。 15. 消融后需要吃消炎药吗? 不需要 16. 消融影响甲状腺功能吗? 不影响 17. 消融大约需要多少钱? 全部费用约8000元。 由本地医保患者自费2000到3000左右。 需过几副线,外地患者全自费。 18. 回家后针眼怎么处理? 回家后,可用创可贴,贴一到两天。 用酒精消毒针眼,保持针眼干净即可。 19. 吃抗凝药物需要停多长时间? 一周 20. 消融手术技术成熟吗? 十分成熟。 在北京、上海等各大医院已广泛应用。 我们已经开展12年了,完成4件余力手术。 21. 术前一定都要做病理检查吗? 不一定。 典型良性节节可以直接消融。 22. 什么情况下需要术前病理检查? 如果可疑,非乳头壮癌,或怀疑有淋巴节转移,需要病理检查。 23. 常见有哪些并发症?怎么办? 最严重的并发症是失声或生伊斯雅。 目前,我们还未发生过失声患者。 声音嘶哑,一般三个月内恢复,均能恢复正常。 24. 消融后饮食注意什么吗? 正常饮食。 25. 术后多长时间可以喝水、吃饭? 术后两小时左右可以喝水,当天晚上即可正常吃饭。 26. 术后真道需压迫多长时间? 10分钟。 节节较大时,压迫30分钟左右。 27. 声音嘶哑怎么办? 一般第二天即可恢复正常。 少数患者三月内恢复正常,无需特殊处理。 28. 消融后可以运动吗? 术后三天内,避免剧烈运动。 29. 消融后会不会复发? 我们目前已完成4000例患者,未减复发病例。 30. 消融会不会造成淋巴转移? 不会。 31. 消融后多长时间,宠物完全消失? 一般一年到一年半会消失。 呈斑痕组织,不影响健康和美观。 32. 消融后没有完全吸收怎么办? 可以再次消融或小于一厘米观察即可。 33. 消融后发现有淋巴结转移怎么办? 消融前,一定确定没有淋巴结转移。 如果消融后若干年,出现新的淋巴结转移, 可以手术或再次消融。 日本学者研究证实,转移后再次手术, 不影响患者生存时间。 34. 消融不彻底,节节复发怎么办? 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复发病例, 因为一般我们要消融节节, 一到两倍大小, 保证肿瘤一次性灭活。